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阵子为公开演出的苏打绿不仅令清风队牵畅喊泪 更是连连自嘲自己久未暴露在阳光之下变得心情暴躁 进而开始了一段愤世嫉俗的谈话 直言已经厌倦舞台 只是我是觉得说这个世界有时候比我想象中要残酷很多 当你离开它越远的时候你反而可以看得越清楚 所以其实我最近离开了这个所谓的闹区 很久的最大心得就是我根本不想再回来 所以今天其实我需要很大的勇气跟很大的需要大家一起帮我建立这个信心 让我再慢慢地走回来 所以好了就当做大家一起成长好不好 当我们一起走过 遭到歌迷抗议声而收起退出舞台念头的清风 也提前透露自己正计划赶路之前一直拖延的新专辑 相信不用多久歌迷们就能听到苏打绿的新作品